還有沒有事要跟我談? 要談好談了 各位同事 今天是我做手術之前的最後一天上班 這幾年永業銀行都說得是風雨飄搖 要不是有你們這一群 有心有力的同事去撐住 銀行想錯了 怎麼樣?想七爺怎麼報答你們? 加薪? 什麼?出商量? 行, 阿姨會幫我辦的 這樣吧 我在這裡跟大家鞠躬, 說聲多謝 謝謝大家 阿姨, 答應我們, 你一定有關 我們會在這裡等你 你一定可以過到這一關 這樣嗎? 是呀, 拜託你們 總之無論如何 一定要把十七安全帶到香港 拜託 你應該是否一定會被打成 我真的不會被打成 你怎麼可能被埋起 七爺, 十一點了, 還不睡? 我想多看這個世界兩眼 七爺, 趕快找地方躲下去 七爺, 趕快找地方 阿瑜, 那你今晚會來嗎? 我來, 我怎麼可以不來? 你明天就做手術了 我不是跟你說過的? 我要親眼看著你 在窗口掉下街, 掉死你 我怎麼可以讓你死在手術台? 既然我明天有可能會死 你會告訴我真相嗎? 可以啊, 姐姐 你是桂萍? 我不是鄧桂萍, 鄧桂萍已經死了 你爸爸有件事一直瞞著你 當年他在外面身上的外瘀 不但生了桂萍 其實你生了一對孕胎 不過你媽媽只剩下一個人入宮 另外一個人就要趕走 連姓都要改了 今生今世都不可以做姓鄧的人 否則連剩下的那個都要趕走 他還要叫我媽媽自己親自選 兩個媽媽一個留下來做大小 一個要走 結果我媽媽, 她選了桂萍 你就是另外一個人? 桂萍打開之後, 知道了這件事 不過你媽媽警告她 不可以跟任何人說, 包括你 桂萍她對我們很好 她知道我們母子窮得三餐都搞不好 所以整天有這些古董來接濟我們 你看 那個古董鍾本來放在她的房間裡 後來她偷了出來給我 拿個檔簿上當 桂萍知道我從小到大都沒吃過一頓 很願意吃西餐 所以她想出了一條絕招 我們樣子一模一樣 只要我穿了卷的校服回到家 桂萍, 我就可以吃西餐, 吃雪糕 不過當時我很害怕, 我不敢 但是後來 不如說到那些牛包有多不好吃 那些雪糕有多不好吃 我越聽, 我膽越大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一試 桂萍, 你為什麼不吃? 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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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 你來幹什麼? 永秀, 你到底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假不知道? 桂萍, 她不是桂萍, 她是另一個野仔 桂萍的手裡有很大的褲子 她沒有的 你們兩個真白艷, 真是氣死了 林女士, 我就跟你說好了 我們收留桂萍在這裡做大少爺 但是另外一個 永遠都不可以當是鄧家的人 連說都不可以說的 你們立刻出去找桂萍回來 立刻把她送回來 你們三個馬上一起走 不要…桂萍這麼喜歡讀書 你讓她留在那裡讀書 不用說 上海把桂萍的行李都拿下來 隔山中口 不要… 這個小子這麼頑皮, 這麼不聽教 我在你面前教訓她 我打她, 我打她打得你叫停 我才停… 不需要再說了 我才停,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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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 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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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 你們在手裡幹什麼? 別打 立刻把你行李下來 不要, 我錯了, 別打了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命 你以為你自己含著甘霜才出生 不要, 別, 別 你見到她就是恨姨命 不要, 別打 你把我都叫出來自己召 看看你夠不夠資格, 別打 成雪哥 別再打了 再打會搞出人命, 好不好? 我媽媽說得對, 每個人一出生就有一條命 歸平含著甘霜才出生 而我天生就是一條黑衣命 不過含著甘霜才出生 都可以很慘 因為她有鄧永壽兩公婆 你們這些壞爸爸, 壞媽媽 還有你 這些壞家子 黑色月光在北美TVB各大平台有得看 想了解更多TVB最新節目的最新消息 立即follow北美TVB Anywhere的官方IG和Facebook 想了解更多TVB